什么会让你变得充实 一本书 也可能是一餐饭 我们不是超人 所以常常需要一些东西 来填补自己 什么让你变得充实 是思想高低 和人间阴火 店员与读者 在这里最好的方式 就是相互不打扰 书店成了读者们 最踏实的空间 这一刻 时光好像停止了 唯有指尖漏过的沙沙翻书声 阅读和生命一样 都是世间最温柔美好的事 阅兰区的书桌上 安静地躺着读者留言簿 上面是过往书课 记录的阅读时光 我父亲看病 书店是第一次进来 感觉大家的留言很有趣 然后店主的留言也比较暖心 现在的话是手术已经做好了 然后就是在重症监护室ICU 然后就今天就给出来了 然后但是还要等等一点时间 所以现在我就在这个大庭里等 书的话是没怎么看 当撞到这里的时候 看到一个这里有这个留言本 然后我就很惊奇地 就是翻开来看了一下 然后看到这些留言 我觉得哇 瞬间被他们的那些文字感动了 就是大家把自己所有的真情实感啊 喜怒哀乐都记录在这个本子上 就是让那些有相同体味的人 一下子就就很感同身受了 就就很暖心 就可以了 在这些简单里面 就很远要 这么多欢迎 他们工作人员 在这些文化人员 帮人员 拿着 什么 消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书店每一个角落都有着王珍珍的印记 性格内向的她从未主动与读者交流过 总是默默地让读者都感受到了书店的温暖 书架上面的一些文字 其实我写它的初衷 其实就是想让读者进来的时候 能够更好的想要找到他们的那本书 如果通过这样一个小小的提示 他们能够更加轻松 更加容易地找到他们自己喜欢的书籍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还算是一个蛮温馨的一个小提醒吧 如此贴心的王珍珍 却在她刚来医院书店的时候 有着不同的想法 其实小峰有17家书店 然后我被安排在医院店的时候 一开始我是还是有一点排斥的 因为我是觉得医院里面的话 可能就是环境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心里还蛮排斥的 突然间有一天我坐在吧台上 然后翻开留言本的时候 我就发现已经记录了很多的留言 坐在这里看着窗外的景色 然后写下就是一些人生的感慨 我就觉得这些事情汇聚在了一个本子上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其实医院里面的话 其实也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然后也有很多很多能够暖人心脾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我留在这里 其实也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在这里大家分享着各自的秘密 以为陌生的彼此保守着秘密 或许有一天 故事里的人会相遇 最后谈起这家书店时 会豁然回首 原来我们曾经走近过彼此 我是有一个检查要做 就在那边预约了要等半个小时 所以就外逛一下 然后可能平时一些说不出口的话 就是写在里面 看来还蛮有感触的 然后觉得就是医院可能一般给人的感觉 就是比较压抑 然后冷冰冰的 特别是一些病人的家属 进来医院都是精神比较高度紧张的 对然后这样的书店 其实就是会给人一种比较温馨 比较放松的感觉 这个字写错了 好 好了 我走了 好的 明天见啊 拜拜 明天见啊 我走了啊 好 拜拜 拜拜 忙碌了一天 王珍珍终于闲下来看看自己喜欢的书 一间只开在医院里的透明书房 已经不再是图书售卖的窗口 它似乎成了人们在遭遇病患时 寻求些许心灵庇护的一个栖息之地 当一辆船消失天际 当一个人成了迷 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 就像你不知道这 八点半 王珍珍跟往常一样 开始阅读最新读者的留言 并回复他们 都没有人写过的吗 作为第一人 只想说很棒完美 还有就是不知道坐在这里看书 写东西允许吗 这是第一条留言 2018年9月2号 在陪伴父亲住院的日子里 可以坐在能够看得见风景的位置 思考着与父亲有关的一切 与他的争吵笑闹 我要好好地珍惜于他 与亲情有关的所有 2018年10月31号 你真是一个有趣温暖的人 看到你的回复 真觉得爱就是一道光 照亮所有的阴影 我的回复就是想小小的自恋一下 你说的有趣的温暖的人是我吗 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王珍珍都在认真回复读者 也许读者并不知道 留言背后的人是谁 相互之间的鼓励 让这个书店内更加有了温度 陌生人 你好 推荐你可以去菜市场逛逛 新鲜的水果瓜菜 热情的商贩 与书店的安静相比 菜市场里 挨挨挤挤挤 热热闹闹 让人感受到生活中的另一种美好 不仅仅是可以买菜交流的地方 也蕴含了各种不同的人生 祝您越来越好 我刚才不太难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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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块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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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梦在里的 我探走就见了 我探走就见了 悄悄切开花骨 你在里搞得还好吗 好 好 谢谢阿姑 再见啊 服务贴心 性格却很豪爽 这位边唱歌边卖菜的大哥 叫刘发琪 湖南人 在杭州做蔬菜生意三十年 菜市场里的人都叫他龙哥 有时候心情好 那么可以念去 唱得不好 唱得不是很好 唱得给他们听听 唱得很好的 没有没有 过奖过奖过奖 没有没有没有 唱得完呢 大家唱得完呢 唱得完呢 刘发琪 嘴上说的唱歌不好 但是在菜市场里 收获了很多粉丝 唱得OK 很好 好 我们菜场里专门叫他唱 市场管理员说说他好嘞 哎呦 唱得特别好 这个歌星啊 他越爱菜 是的 是的 这个就是我的第二姑娘呀 毕竟我到这里三十年了呀 做这个生意也很苦的了 如果要保持这个蔬菜新鲜的晚上 只不让十二点钟 一点钟就要出发 出发以后嘛 货静好 搞十个小时 带着我们 这个龙牧师长回来嘛 总得不到十五点钟 有时候搞得迟一点嘛 搞家堵切嘛 就五六五六点钟到这里 就是自娱自裸呀 就是找点裸子啊 唱唱歌嘛 有时候跟他们跳跳舞这样子 一间不大的摊位 面前摆满了大小割衣的春笋 现在的春笋 到了最鲜嫩的时候 你炒油门子呀 炒盐菜呀 炒雪菜炒肉 橙灯呀 红烧呀都可以吃的 味道很好的呀 这个味道好嫩 看到没有 过了过了过了 够了啊 OK 好 够好了 够好了 还有什么菜 我后面老婆有的卖的啊 一百二十号摊位啊 是不是谁 春笋很好呢 爸爸吃 要不要 我要这个 周平 刘发琪的老婆 她的摊位 蔬菜种类就多了很多 有点烧鲜 要这么几块 春笋不能拿着 啊 春笋 这表演 你们在这看看 春天她就喜欢吃那种春笋 春笋烧油门子 鲜肉烧鲜啊 炒炒都可以 她们这个是最主要的菜 她们很喜欢吃笋 我也没什么很好 我就别说跳跳舞 她买这个鱼饷 喜欢拿到外面去唱 春笋烧油门子 开玩笑 说她 怎么这个人 怎么这么喜欢唱的 说老子有慰劣 她说她 我不喜欢她唱 那个人一开那 我是内向的 她一唱了 我已经不太喜欢了 彩河农贸市场 建在小区里的菜市场 是旧市场翻新改造的 改造后 不仅保留了烟火器 还充满了人情味 市场里的摊贩们 来自全国各地 她们在这里生活十年二十年 给社区的人们 提供各种食品蔬菜 行命十足的菜场里 有老杭州人最爱的味道 我们重新的 我们这个生意很辛苦的 有生意无生意 都要守到这里 反正硬点猪头也 反正存不掉什么钱 我们啊 学校就是没事的 中午在这里跳跳舞 上午的顾客不是很多 摊贩们各自打发着时间 从早忙到晚 这里的人唱着歌 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时光 词词 正如今 词词 词词 说累吗 肯定也是累的 再苦再累 回到一个家里 辛苦一点就是多赚一点 毕竟两个孩子在这里图书 要培养他们 彈起悲伤 保佑在溫天的秋冬 是不是我们都不长大 你们就不会变老 是不是我们在傻傻娇 你们还能把我举高高 有点想家了 长时间没有那个嘛 本来过年准备回家的 后来没回家嘛 唱了就有点那个了嘛 也就准备最近几天回家 去看看爸爸妈妈 因为这歌唱的它比较那个嘛 就是比较贴贴嘛 就是唱出了我们这些人 在外的这种心声 特别的那个 快乐 来 妹妹你好没错 做一个 快乐 中午了 茶室 我给你听 早点空闲 早点时间 你做孩子 请回家看看 好不好 去 妹妹 好 谢谢 谢谢 你笑死了 我龙哥唱歌你又听不懂 你笑什么 下面是跑出来 现在休息时间 跟龙哥一起啃一样 看过来你也蓬蓬唱 是不是 说一句龙哥 好 你说龙哥 I love you 说 谢谢大家 今天龙哥 祝我心里好听 唱一首我们 一抹住 好不好 怎么不得 闵鞋 你早ced 想事后帮你 balm 谢谢孩子 准备开心啊 累了 人不是 isol得死 孤独的时候想吃你 添麻的时候空招自己 谢谢 年复一年 这里的人们 找到了自己的乐趣 来来来 准备美女 早上大家开心一下 不动 跳跳跳 我们坏的人在这里坐 虽然累一点 但是为他们紧过 我们也很开心 给他们大家带来方便 也是我们开心的一件事情 以后肯定要回富兰的 因为这次年季大起来 树江天高 夜落归根 每个人哪怕在外面一辈子 到最后还是故乡 对不对 肯定要回故乡 那是以后的事情 菜场跟书店 两个空间里面 都存在挑选的过程 但他们的共性在于 就是我们都是 在为自己摄取营养 摄取养分 每天上午先去菜场 买来菜 把今天的菜安排好 然后有空了 坐下来看书 这个每天 必须要做的两件事 所以缺一不可 书是必须拼 就像我们的空气一样 菜市场也好 书店也好 我们面临的就是各种不同的选择 人生也是一样 天堂其实是书店的模样 每天有好书读 便是最幸福的事 这里并非站在云端 也贴着尘土 而菜市场则生在人间 最抚人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